说到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他出身贫困农民家庭 曾经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 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 战后怕朝廷处理他 于是逃脱了军队 经过朋友的介绍 投靠了土匪 做了一名陆林好汉 1928年6月4号凌晨5点30分 奉天皇姑屯的爆炸巨响 震惊了全世界 爆炸导致吊桥钢板下塌 压碎了第三节车厢 黑龙将都军吴俊升当场死亡 此为黄姑屯事件 不过张作霖死后 东北并未出现关东军所期望的混乱局面 反而迅速平稳过渡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与张作霖死前的遗言有关 日本做梦都想吞噬东北 但是因为惧怕东北张作霖的猛虎之危 日本虽然虎视眈眈 却不敢轻举妄动 张作霖曾经放言 我有30万东北军 不怕日本鬼子 是的 当时日本军队只有将近2万人 而且他还有全亚洲产量第一的兵工厂 有人把这个兵工厂 比喻为足以撼动日本头盔的钢牙 这个兵工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规模又如何呢 张作霖自从成为凤系27师首人之后 他就想要把整个东三省控制在自己手里 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道理 成为都军省长之后 他便想方设法强化军备 甚至还想要把霸妻死后 留给张学良的财产扩充军备 张作霖最初创建的凤天军械厂粗糙简陋 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武器维修和更新 第一次直风战争 凤军惨败 吃了败仗的张作霖 见识到了直系军队的海陆空新设备 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痛定思痛开始改革 立即着手改建凤天军械厂为综合性兵工厂 且改名军械厂为东三省兵工厂 他投入5亿资金花费10年时间 致力于打造一流水平的兵工厂 据说东三省兵工厂占地3200多亩 这里的机器优质齐全 拥有德国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全国最先进完善的武器检验装备 下射枪厂 枪弹厂 炮厂 炮弹厂 药厂 铸道厂 火炬厂 兵器厂 八大工厂 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发电厂 科研人员1500余人 工人2万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兵工厂在高产能时期 一年可以生产枪支5万多支 大炮近200门 炮弹20多万发 子弹将近达到1.4亿发 产量可谓是碾压全亚洲 远远甩全日本几条街 完全可以实现东北军的自给自足 为了除掉张作霖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日本人处心积虑地安排了多次谋杀 但是张作霖都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直到1928年6月4号 黄孤屯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被炸毁 日本人成功实施了侵华阴谋 完成了对张作霖蓄蓄谋已久的终极刺杀 他们得知张作霖将乘坐列车回东北 于是在张作霖专列必经的黄孤屯车站 买了大量炸药 忧心忡忡的张作霖被炸飞几丈远 还回到大帅府内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 密留之际 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拉着当家的五夫人说了三句一言 我受伤太重了 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 以国家为重 好好干吧 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 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话音未落便撒手人寰 大帅府内哭声一片 这三句一言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话 我受伤太重了 恐怕不行了 如字面意思 张作霖说自己将不久逾人世了 他此次回东北 就是为了主持东北大局 如果张作霖死了 群龙无首的东北 就会陷入混乱 夹杂在日俄之间的东北 一旦陷入混乱 就会十分危险 这也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怀 张作霖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不要声张 千万别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一旦泄露出去 东北就彻底遭殃了 第二句话 告诉小六子 以国家为重 好好干吧 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 这句话 说的可谓是悲怆至极 他知道加害自己的幕后黑手 是日本人 日本人想借机挑起战争 张作霖不希望张学良 为自己报仇 万事以东北为重 以国家为重 不要因为小我 而影响了国家大局 可悲可叹 众人都说 张作霖是个马匪无赖 为了争取利益 什么手段都能使 但是他这一生 重情重义 颇具狭气 他曾经凭借陆林起家 袁世凯任大总统的时候 他偷奸耍滑 骗取袁世凯的军饷和装备 一步一步壮达自己 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 他没少利用日本的资源 为东北军谋取利益 对于日本的各种威逼利用 张作霖急大发挥了马匪的特色 能糊弄就糊弄 他有过妥协 也有过抗争 某种程度上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管理东北期间 他强化铁路建设 重视文化教育 为东北的经济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临死之前 张作霖考虑的不是自己 而是国家 他知道此时 不能贸然和日本人开战 若是开战 东北百姓 则将流离失所 而且东北军 也并无很大的胜算 为了维护东北的稳定 他让自己的儿子 忍辱负重 第三句 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张作霖预感到了 东北的危机 更窥探到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可是他已无力回天 只能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张学良身上 把东北的安危 交到儿子的手上 他们负责二人 似乎是天生的冤家 男人吗 这个江湖上 有点荒谈事 我是可以理解的 爸 你能不能不把你的江湖 老跟我瞅在一块啊 那你知道江湖 是什么吗 我不想知道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那江湖是人情是负 能应对就不容易 要懂权了 那绝对不可能 他一步一步把儿子扶上了少帅之位 两人之间却总是矛盾顿生 可是他知道 这个儿子肯定能行 只是东北的局面 现在已经是九死一生 小六子也不知道 能不能控制住 因为张作霖留下的这些遗言 所以 奉天省长和张作霖的亲信 选择瞒天过海 对外公布张作霖安然无恙的消息 暗度陈仓 让张学良困在伤兵队伍中 回到奉天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完成了东北政权的过渡交接 等日本人醒悟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他们虽然认为张学良不如张作霖老谋深算 但是也不敢贸然行动 可以说 正是因为张作霖的遗言 即便死后 也保护了东北三年的平安 而张学良听从了父亲的遗言 没有和日本人发生冲突 日本的清华战争也推迟了三年 为何三年后还是发生了呢 那是因为张学良 只听从遗言的前两句 最后的一句只执行了一半 父亲让他回东北 也是让他守住东北 中原大战中 他不顾奉军老派人员的反对 执意要庸奖入关 之后还未回防 东北军近半精锐被调走 造成军力空虚 这时候的张学良 还不再奉天坐镇 日军挑衅之际 他采取一味忍让的态度 以至于北大营八千名守军不抵抗 被只有三百名左右的日军击溃 三十万东北军和一个强悍的兵工厂 在张作霖手里乃虎狼之师 到了张学良手里 全部成了不抵抗的战士 眼看日本风卷残云班攻占了东三省 想起父亲的遗言 张学良是否会后悔万分呢